大家好,我是动摇 很多新手玩家在玩爆破模式的时候 由于地图不熟 只能像跟屁虫一样跟着别人瞎跑 所以接下来我会教大家每张地图的几条最优路线以及打法 让你一开局就能快速建立优势 今天先说坠机之地 在进入游戏前呢 大家先把红色技能换成轻装上阵 不依赖披甲弹的同学还可以给武器装一个坚韧技能 这样开局时再配合小刀就有飞一般的赶路速度 进入游戏后如果出生地在左侧 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 一,出门左转走捷径小道 然后来到破楼二楼的转角 在这个窗口可以架住A.2楼 以及这个缺口 二,出门还是走捷径小道 再横穿破楼和中路来到画面这里 然后爬到这个木板上面 在这里可以架楼梯 以及围墙右侧 如果出生地在右侧 这个也有两条线路可以选择 一,出生后如果在B包点附近 建议直接走这个缺口出去 然后左转进入商店二楼 在这里可以架住通往B点的通道 破楼 以及整个中路 二,如果出现在小巷里 就沿右侧一直往前走 到10踢后直接上去 然后二连跳来到垃圾桶的上面 在这里可以架住破楼的窗户 通往A点的B金之路 以及A点的楼梯口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在实战中只要你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这些点位 往往都能拿到 Buff Love 动用Over